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周一好每周一我们相约在专业一加一 我是黄俊欢迎确老师 黄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确老师那这个在上周了我们看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这个发表了这个非常音派的讲话 说到了如果如果有这个通胀的需要 你不仅仅会加25个点 然后还要还要可能加到50个点一次一次性加息加50个点 所以这个话也很音派 但是但是我们看到了就我们看到国债市场是反映了 像美国的10年期国债基本上现在涨到了百分之2.4几 这个涨得很快但是美元没怎么涨 这个怎么样来解读这个事 这个又讲到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一次 刚刚您讲的我本来也想强调一下 其实这一次为什么在国债市场反映 而是在外汇市场大宗市场包括股市 股市多少有点反映但也不是说特别强反映的特别强劲 那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实际上可能美国的这个从流动性的角度啊 他回收流动性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实现就是包围讲的就有可能我会有必要我加50个点 那说明流动性可能会被收一点 但为什么市场没反映 其实就我们看到其实包围实际上在这个讲话上面 他还留了几个地方 我认为他就市场给予没有给予非常充分的反映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都认为俄乌冲突加剧了接下来这个对于这个通胀的判断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担心收得太快会不会出现把经济也拉下来 就这两个因素我觉得在这个讲话里面他自己其实是就在周一的会议上有讲到 我认为市场很很诚实的反映了这两个问题 也就是在国在市场确实接下来可能这个他要要要加息这是铁定的事 但是美元没涨 然后同时呢我们看到黄金啊就跟着一些相对挂钩的资产啊 黄金啊或者当商品他没有反应那么也就意味着说市场目前的焦点 或者说核心还不在这个一个是不在美联署的市场 这个这个这个行为上面或者行动上面 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市场可能也在怀疑美联署能否 因为毕竟到五月份啊才会有第二轮的这个就是下一轮的历利决议 那么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变数还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没必要过度的反应 我觉得这两个那么当然未来的市场有可能啊 当然并不表示说今天这一周没反应 并不表示到时候真正出现加50个G点的时候没反应啊 我是这样看的嗯 方式嗯嗯我不知道方式那这么说 其实其实嗯我我听您的这个意思说下来的感觉就是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呃美国的这个如果美联储加息过快 可能会拉低美国经济的成长 一定另外还有一点的话 我我想你我想你你可能没你你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一直说到了 但是今天恰好没有说到是关于美国的那个政府的那个债务的问题 因为加息之后他的债务问题就就变得很突出嘛 嗯嗯嗯嗯对对因为我在之前你你你说到过几次今天没有说到 所以呢我我想是不是就是主要就是这两点拉低就是拉低了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整个预期 也就认为说美联储可能会就就是就是就是嘴上说着我我很强硬 但是呢这个身体呢但是确实很诚实的 呃对的就是我们从现在现在这个市场啊就是说他确实是非常的乱 呃包括当然我觉得啊就时间因素也是一方面 因为我们看到在才3月份刚呃做完这个呃这个加25% 那么其实按照他的日程来讲他还有一定的时间啊 这是一个呃所以这个里面的不确定性使得市场不敢 太诚实的就或者太太太早的去反应嗯嗯嗯 那如果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会不会呢那那比如说像这个没站在美元指数的这个角度来讲啊 就鲍威尔讲这么硬的话这个没值都不怎么涨那是不是表示说这个如果没有这些利好消息的加持 那美元指数可能反而是下跌的 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投资者反而就是比较关心的问题了 因为这个呃这是行情的判断可以可以可以做可以赚钱的一个事了 呃我认为是这样啊关于美元指数我们可能得呃 呃放在比较复杂的就是呃一个一个环境去看这个事那呃呃为什么复杂因为它还夹杂着除了啊现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局局势以外 它还夹杂着美国本国的国家利益在里面因为我们如果呃其实这一轮很清楚的一点是之前随着这个俄乌呃呃战争对于避险资金的需求啊黄金跟美元实际上同步了一段时间已经涨了一段时间 那么再加上又叠加目前呃特别在上个月开始的美年美联储的这个这个货币政策的转向啊开始呃加息这个这个这个比较重磅的这样的一个呃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产生 那实际上如果按照就像您讲的没有没有这些呃一些额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那我想可能美元指数这一轮不是下跌而是会涨得非常的高 而有可能是连续推动的问题嘛就是一个是避险买盘资金的推动因为我们看到额目前来讲并没有解决问题 然后再一个就是哎货币本身又收紧那 那这么一来其实美就会考虑会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了那如果美如果美元指数不断走高走高美元不断走强那我认为他在非常动荡的这个国际局势下以及包括整个整个国际社会相对 就美国掌控能力没那么强的情况下面那我觉得美元走高实际上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利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呃其实呃我们看到包括欧元的反应包括美元的反应实际上在 欧文危机发生过后实际上他们都是在做一些相对稳定和 对本币货币的控制上面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人民币的波动在卢布的波动上面呃呃因为受到一些危机的一些影响 它的波动会比呃呃欧美啊或者是呃呃这个呃呃包括美加啊就这些货币对之间就是就是就是都会有一些区别嗯方式嗯 嗯所以我觉得他不能完全呃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美国政府在主导这些事儿我所以我觉得呃呃还不能完全用宏观来去看那个谁嗯嗯现在呢就是美元指数了恰好在快到100了快到100了但是就一直就没破像现在的话是98左右嘛这个也100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口 嗯那么这个按照从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呃这个如果过不了100这个市场的的这个信心啊可能就会稍微的会会会弱一点 因为现在呀就是就是就像你说的嗯这个这个事儿呀就是现在整个市场啊太复杂了嗯这个它的这个重心其实我感觉啊整个市场的重心其实不在这个货币上整个市场的重心在资产上 对是是是是是那种实实体资产像什么这个农产品啊或者说像你刚刚提到的黄金啊或者说像什么铜啊原油啊这些嗯市场中心在这个上面呃他已经似乎没有这么关注美联储呃你你要加息也好不加息也好 但是我感觉市场就觉得那么回事 我觉得啊就是就是从呃过去呃那么长时间的对市场的一些观察来说我觉得其实在危机的时刻啊就特别是危机越呃严重或者这个是影响的局面越大 实际各国对货币的这个维护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也就是说希望本国货币的稳定是作为呃这些呃货币当就是就是这些主政的人的主要的一个思路嗯 嗯所以我认我倒认为就是说我们看到其实呃当中商品也好其他品种也好最近从去危机爆发以来实际上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波动但是货币市场实际上表现是比较稳定的嗯嗯好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就谈了一下这个美联储的加息以及这个美元的这个走势总体来说呢就是感觉他的这个呃还是希望以我就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还是希望以我 稳稳为主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这个机会可能就相对的少一点点那么了我们现在就把整个的事对话是呃我猜一下刚刚这个讲到因为刚好讲到说呃货币的事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这一轮卢布的表现呃在过去的这个刚好他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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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一个月实际上在这个一个月里面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其实你意味的去做控卢布 或者是你认为这个时间点就可以去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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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嗯ok嗯好那这个呃 我们就把整个视线啊我们就调一下确实 嗯对就调到那个呃这个刚刚才我们讲的整个市场现在更关注的这个实物资产上 比如说比如说黄金 呃对于黄金来讲的话在上周我记得是在上周五 然后呢这个俄罗斯央行就表示说这个呃要要要继续的买入黄金 后来呢在上周五的时候呢黄金也也也涨了对吧 嗯对之前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看多黄金嘛对吧 那现在的话就是您有什么对黄金有有什么补充的一些一些信息吗 嗯哎我觉得啊就黄金呃市场可能在未来 哎我我我认为啊市场现在可以比较确定的几点是第一个额危机是没那么快结束的 那么即使结束了可能对于世界格局啊以及包括它导致的后遇症都是存在的 那么这一些都有可能会对呃金融市场特别是黄金市场会起到不一样的呃呃结结果啊 啊就是说呃就是呃都会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 在这里我补充一下薛老师嗯 嗯补充一下就是在上周那个乌克兰的总统已经讲了嘛 这个谈判的结果要交给全民投票 那这个他不愿意当这个责任 那那这个谈判有什么意义了 没错没错对所以就是刚刚你刚刚你你你你讲到的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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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啊可能还会乌克兰的这个事可能会延续的时间比较长 嗯然后你又讲到了这个可能对黄金啊有有有有有一些影响 哎我就是把这个消息补充一下您继续 OK啊那那也就是说呃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事件没那么快结束 然后第二个事件第二个点就是美联储的下一次的这个呃呃立立决议啊就是加息的时间从离现在还是有一点时间的 所以我觉得在五月份是吧对他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所以对于这个一个多月来时间里面来讲我认为呃黄金可能呃还是会有比较大的空间 嗯嗯好那那那现在呢就正好处在这个美联储加息的一个空档器 或者说就是现在就恰好处在呃这个这个 这个美元的联储消息稍微少一点的这个时间对对同时 而同时而是呃在短期内又比较难以比较有效的缓和嗯 相当于说进一步的确认了这个呃俄乌局势会延续的这个这个信号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呃呃呃应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时间是比较 容易出现大幅上涨的时间嗯好那在这样的一个窗口期的话 现在现在今天现在是三月底嘛那么其实呢四月份马上就到了 那么呢在这个呃四月嗯关注这个黄金是否有一定的机会 当然这里呢我们也得也得强调一下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呢是这个样子 当然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讲呢也刚好突破了对吧也就这个图片上我也打出来了 就刚好突破突破了呢有一点点回调从技术面呢也有这个这样一个信号 当然我我只是说把这些信号呢给大家一起一起一起展示一下一起看一下 对对对具体这个行情的事是吧这个没有说百分之百说哦一定这个会出现四月份一定黄金会出现一波大行情 要有一波大牛市怎么怎么样的这个的话这个我们就别说了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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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只是我们把这些我们认为呃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那么最终做决定那肯定是在每个人还得要加工嗯嗯对好那除了这个黄金之外 那那我想这个黄金的这个这个观点呢很明确我们就不多说不多说他了那除了这个黄金之外的话 像像像这个原油好像又涨了又涨回一百一 嗯对吧原油又涨回一百一那那这个俄乌的这个局势这样那对原油来说也应该是一个利好吧是是是是这样吧 我想也我想是嗯我想这个我觉得原油啊一时半火而且啊就是如果往坏的讲或者从呃某一种啊就因为我觉得原油的博弈啊现在目前是呃比黄金要更复杂而且参与方也多所以我认为不排除呃这个原油 嗯未来的这个走势可能还会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嗯嗯嗯对刚刚您说的我我我这个这个话这个我我也很认可很赞同就是他的走势啊可能会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呃他的原因呢还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参与方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就包括简单讲我我认为当然我我不知道这个话是是否是敢说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包括我们看到其实呃不排除包括里面有一些国家在自导自饮 一种的你某一些可能会使得这个原油最大后大呀因为某一些可能会使得这个原油最终上涨的一些情况我我认为不排除因为产油国真的 我觉得在这个节物眼上如果呃她不去把握这个十来年或者未來呃这一段时间的动荡期 我觉得是有可能未来就没有现在那么有价值了嗯嗯嗯嗯嗯所以他对原油来讲的话这个我想这个整个的交易了 还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参与方太多了 有可能某些参与方 他的态度会特别的硬 也许某些方面 他可能会特别的软 或者也许某些方面 他可能给你 就像刚才缺老师说的 他可能在唱戏 就是先是这个样子 但是背地里了 或者说心里想的是另外的东西 这个上兵伐谋 对吧 这个也很自然 也很正常 对 所以就是很多因素的叠加 所以对于原油的整个基本面的话 其实就稍显复杂 我们认为说 很难通过一个 一个一个12345几点 去把它去概括高度概括 对对对 可能说得清楚 对 那其实除了原油之外的话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 最近农产品 其实也是涨价涨得很厉害 涨得很厉害 也像这个小麦呀什么的 因为之前也讲过 这个小麦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小麦的出口大国 对对你看 这个是小麦的走势 简直就是比原油其实走到还强 客观的讲比原油走到很强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事 因为他们都是化肥出口的大国 所以现在马上要春根怎么样的 所以也会有一些影响 对于农产品 我想是不是也可以去 在未来一段时间可以去关注一下 因为最近我也发现了一些市场的一些变化 我把这个图打出来和 对把这个图打出来和和确认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因为最近像 像最近很多这个了这个A股上的一些农产品的股票 最近几天A股的走势其实不怎么好吗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其实有点有点有点放量的样子 像像这个比如说这个 对吧 这个是搞种子的稍微好一点 对吧 有一些放量的样子 所以说我想表达的一个是是个什么了 就在现在国际局势之下 我们都看到农产品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机会 或者说在期货市场机会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你在股在股票市场上 好像最近有一点放量 或者有一点上涨 这样的一些东西也客观的存在 所以我就把这个发现 或者说看看确认师的这个意见 没有 我认为这个备账 备慌 或者说在这个占据之下 实际上我们看到不单单粮食 包括天然气 其实天然气对欧洲的冲击也大 那么现在紧接着 为什么其实这几天 特别是上周开始大家关注到这个粮食的危机的问题 因为刚刚我们讲的 黄尔学也讲的就是 欧洲是小麦啊 这些农产品的出口大国 那刚好呢 这战争的爆发期 就是这些产品 就是这些农作物的耕种 播种期 从我们前几天看到说 其实 乌克兰很多农田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的话 现在刚好是这个 开始要耕种的 这个最好的季节 那么有可能这个问题 粮食危机现在不暴露出来 但是 有可能会在 9月份或者10月份 或者今年的下半年 会凸显得尤为厉害 对 而且呢 就是像今年的整个天气啊 其实 说不准 他当这个就就有点这个 看天字就有点算命的这个意思了 这个不好讲 但是 但是就中国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 这个天气啊 的的确确也不是 特别的 这个这个正常 我记得在 我记得在上个月的时候 还看到这个 你们广东还下雪啊 怎么样的 我记得在前面的一两周 好像看到北京也 也有一下雪 所以整个的天气啊 并不像我们 习惯的那个样子 我想就是像比如说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事 它可能会导致一些农产品的减产 如果其他地区像美国呀 这些大国吧 农产品大国 如果再度出现一些 极端的气候原因 那这个事的话 可能就就搞到了 嗯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 我想农产品应该在在未来 值得去关注 值得 对我认为我认为更加远期 是肯定可以看得到的 因为这个俄国危机的影响 然后包括现在 其实有一些像欧洲和俄罗斯的 这个这个意味着就有点像 把资源当武器来作为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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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事态的发展来看的话 一种作为筹码 那我觉得 这个事没那么快消停 嗯 嗯 好 那那其实这样的话 其实站在农产品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应该来说还是 是呃值得大家去去进一步的去跟踪的吧 我想这个这个这个产品 嗯 因为在小麦的话 在期货市场呢 其实涨了之后有有所回调 正好了有有所回调 这个这个各投资者呢 可以看一看 还有这个农产品的一些股票 可以进一步的跟踪一下 至少在最近呢 是放量了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那么这个农产品 我们这个看了之后呢 屈老师您其他有什么这个补充的内容吗 或者或者说你你你认为说有什么产品 值得我们去 呃跟踪和关注吗 因为因为现在整个金融市场啊 是我我感觉是这个样子 就是很多产品啊 其实意义不大 对 就像就像这个外汇市场啊 这些其实 包括对对对 嗯嗯 很多的股票的板块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那么呢 就是呃 还有什么补充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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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法或者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你讲的跟我讲的 跟我想的是差不多咱们咱们先呃 因为我我现在我认为股票市场 呃这段时间不要去研判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指数啊 我们讲的是指数 因为我们知道指数 对对 当然您您的这个观点也包括美股吗 呃 美股我有另外另外一种 哦 一个一个一个想法 其实 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这个我认为啊 就是说呃 就讲一下叫就是跟交易有关的 我们刚好最近在在在思索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其实呃呃呃刚好讲到黄金和这个呃呃 今天也有讲到黄金 然后现在讲到美股 其实我倒认为说我我我们也在推演这个事 就是说假设我们去做空美股做多黄金 这个是否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就在当下而比较符合市场逻辑的一个主题 呃一个一个题材 不知道黄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 由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美股呃未来面临的利空的因素 应该是无论怎么样 他会比利多要多的 因为咱也知道 其实他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情况 以及包括货币收紧的一个呃这个紧迫性在这 但是黄金当然这里咱刚已经聊过了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组合之间啊 在未来是否会有一些比较稳定靠谱 同时又能够有确保 比较确保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交易组合 话说我不知道您的意见 嗯啊这个关于这个的话 我想我还需要在在在顺着的考虑一下 对如果直接刚刚讲 就是说其实对于美股来讲 我觉得我我刚刚迟疑了一下 因为我认为可能美股呃 当然啊就是说呃 他短期内可能还会有一些呃 上涨或者但我长期来讲 或者在未来一段时间 我觉得美股呈压的呃压力是比较大的 嗯嗯 其实呃但是我想了就是您提到这个思路了 应该是特别具有一个很稳的一个价值 也就是一就是依靠这个对对冲的策略 对冲对对 然后呢就是看多黄金 然后同时的对冲用美股来对冲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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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很平衡的一个策略 这个我暂时没对我因为我我暂时没有什么意见 这个我我感觉还需要呃就是好好的想一下 但是呢就是您的这个呃您的这个呢就是我想就也给了我 也包括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啊 你很很大的一个启发吧 我我想是这样的 那花时帮忙琢磨一下 我们下期再聊一下 看一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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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嗯 ok 好 那行 那这个感谢这个确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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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平衡的一个组合 也就是这个美股和这个黄金 当然了这个我们都可以在后面的时间呢可以再好好的再呃再去思考一下也好 那这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呃就这个本期的这个专一加一了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也我想整个的观点呢是比较明确的 嗯就是这个黄金包括资产农产品这些都值得去关注一下 嗯好那这个本期的专一加一到此结束 感谢确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就下周一再会 谢谢 好谢谢黄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人再见 好再见